我教大家一个包袋的勾法 这个包袋呢 非常的紧实 有弹性我们这个线勾的 然后你可以勾的粗一点细一点 我这个是五帧的 然后呢粗一点的 你可以六帧的七帧的都可以 但是这个对新手来说呢 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我教大家怎么去勾 我们准备好线 准备好这样的线 这个勾的线 准备一条和这个颜色 颜色反差相大的一个线 一个相大的一个线 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辅助线 对新手来说比较好用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留长一点 留长一点 然后把它当做那个缝盒的地方 然后我们打一个活节 起针呢 如果我们勾五针呢 我们要起六个锁针 如果要是勾六针呢 就要起七个锁针 要多起一个锁针 同样的勾八针呢 那就勾九个锁针 先勾 放在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然后呢 在第一针勾短针 第一针勾短针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线就先搭上它 把线呢 搭在这个 这个线上方 现在上方 多交扣 然后就先搭上它 然后呢勾一个短针的第一针 把线勾过来 勾一个短针 勾完短针之后呢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 把这个线哈 绕过来哈 再放在针上 放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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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放在针上 放在线上 然后呢勾短针 我们不是起了六个 短针吗 六个锁针 维成圈吧 我们要勾出五个短针来哈 这个线上头不要啊 看到吗 搭在这个线上哈 搭两个了 其实真要弹一个短针 调一边就行 三个 四个 五个 四个 五个 过完五个之后 我们水一下哈 水下在线的背面哈 你看 背这个蓝色的线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背着蓝色的线 穿过的地方 是五个就可以哈 然后我们带第一针 第一针呢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的上方哈 看到吗 第一个蓝色的线的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带这个 蓝色线穿过的这个地方 勾一个短针 我们要说好啊 我们的 啊不对 我们穿的时候呢 还要把这个线啊 把这个线绕过来 多交口 我们一共是够五针的哈 再把这个线拽掉哈 再把这个线拽掉哈 再把这个线拽掉 然后再绕一下 把这个线再绕过来 然后再从这个线的 看到吗 这个蓝色线出现的地方 我们这边出现的时候呢 这边一定要把这个线绕到根哈 绕到这个根部哈 然后我们这样 去勾这个线 然后再把这个线撤掉 然后把这个线再卷过来 你一开始的时候会难一点哈 但是你后边 你勾的有痕迹了 咱就不用这个了哈 把这个线撤掉 然后再把它线勾过来 然后再出这个蓝线的地方 这个这个里边呢 后边就不用这个线了 我们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哈 好 我们又过一圈了 我们是螺旋钩哈 然后就这样的 这样的循环的去钩 然后在这个线的 出蓝线的地方 这个横高里去勾一个短筋哈 勾一个短筋哈 入针勾短筋 我们这样的时候 一开始勾的时候呢 是有点困难哈 但是这也是我想到的 对好的 对新手来说 对好的方法了 因为那个 我不用这个蓝线的话 我直接勾的话 可以分得清 但是 这样的时候 很多姐妹就会分不清哈 会分不清 是哪个一线 我们勾长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勾长一点就能看出来了 自然这样倒有点麻烦 我钱勾一勾就可以了 你如果用五股牛奶棉牙 或者用啥线 勾也快用凸线 就是这个细线哈 勾出来 还有弹性 我们越勾越明显啊 越勾越明显 因为这个包细越勾越长嘛 是不是 我们新手的话 再弄它几道 弄它再长一点 把这个线头勾过来哈 把线头勾过来 因为它是在里边的嘛 再勾几道 然后 长一长就看出来了 这边侧线头 那边要绕进去哈 把线头 不要嫌麻烦 这个包细勾出来了 非常的紧实 也非常的好看 在勾上几圈 就能看得出来了 就在这个小横杠上勾哈 新手的话 可以 多弄一点哈 多弄一点 嗯 就是在出这个 这头蓝线的位置 勾一个 短直哈 出线的地方 勾断 然后我们就 嗯 直接这样勾哈 就不再看了哈 就不再看 就不再弄后面线了 把这线都撤掉 勾这么长就很明显了 很明显了 看到吗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地方 我把这个蓝线撤起来哈 撤起来然后再勾给大家看看哈 就是蓝线 出蓝线的这个 这个短直上 叫小横杠上 它是螺旋的哈 螺旋的 完全把它撤掉 撤掉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楞哈 然后在这个楞的这个旁边 勾短直 看到了吗 然后这边是楞 这边是个横杠 然后在这个横杠上 就这样勾短直 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勾了 对不对 这边是楞 然后这边这个 楞的旁边的小横杠上 勾短直哈 勾一根线哈 一根线 这个 这个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螺旋的哈 如果要是新手的话 你看不太出来的话 你还是一直往上勾勾 就看出来了 就是在这个楞的旁边 我们来数一下这个楞哈 这个是第一 这个是一个是不是 不计划酷哈 我们是勾了五个楞 一 二 三 四 五个楞 是不是啊 你看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是在这楞的两旁去勾一个短子哈 新手 新手不太好看哈 新手 但是你 看到我们这是楞吧 这是我们的咸楞哈 这是我们的咸楞 但咸楞的旁边 这一个上面勾一个短子 在横杆上 这也是咸楞 然后在旁边有个小横杆勾短子 这样一直去勾 一直去勾 一直去勾 我们会越勾越长 越勾会越明显 你越勾越熟练哈 不动的话咱就再回头再去 过去再去看一看 我们勾完这个包心呢 就是就是这种螺旋的 几针呢你这一圈就是勾几针哈 几个愣的就是勾几针 看到吗 这样就会很明显了哈 就是这样的 愣的 这边有个小横杆 这个是愣哈 这边这个小横杆上 勾一个短子哈 这个小横杆哈 会很明显 大家得去找一找 然后不会的话再反复的去看教程 然后我们勾到二十七二十八厘米都行 勾完之后呢 我们来交缝合哈 一般缝合这样的包呢 包心呢都是比较 啥啥 我们找到 包的中间哈 中间位置 我们一般缝这样的包心呢 都是比较那个 嗯 不要把那个这个这个这边头哈 塞过去哈 塞过去你看哈 一二三四 我是从这边往这锁四个哈 从中间从这个边上往这边锁四个 我们要把这个包筒呢塞到这边去 然后再缝一下子哈 先把它穿过去 因为这样的包筒呢都是圆的 我们要把它弄到里面去哈 头稍稍露出来一点 看到了吗 这个头你看到吗 露出来了 露出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缝上来就行哈 就是说头要在里面哈 头要在里面 这样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哈 然后这样 为了啊 一个路高到缝一圈就行哈 就是把它固定解释就行 然后都是同色系的线也看不出来哈 然后 这样呢我们就把它封完了哈 看到吗 就封了就会很结实了 就会很结实了 封完之后呢我们啊 多弄去的 然后打结 打结的时候多打掉 然后呢断线 用火去烤一下吧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缝上了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呢 把这些包细都缝上 缝上之后呢 我们再来浇其他